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北韩最近一次导弹试射的背后动机 这一举动不仅是在73天的成绩后突然升级 更被广泛解读为试图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 甚至可能是在为乌克兰战争测试新武器 此次导弹发射自平壤的顺安机场进行 导弹飞行约36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 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迅速反应 谴责这一行为对朝鲜半岛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发射不仅是北韩对美国和韩国联合军事演习的反击 更可能是金正恩政权在试图向外界展示其军事进步的同时 寻求与俄罗斯的军火贸易 有观点认为北韩可能希望透过这一系列挑衅行为 影响美国的政治局势 助力唐纳德·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但也有专家质疑北韩对此的实际影响力 此出其更专注于内部政策和武器开发 无论如何北韩的行为正在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 并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接下来的发展将如何演变 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场权力博弈的后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韩的行为不仅是对美国大选的影响 更可能是对现任政府政策的反击 随驻南韩保守派总统尹锡越加强与美国及日本的合作 北韩却选择拒绝外交 并且在国际上加强与俄中两国的关系 这一切都在表明北韩正在稳步推进其冷战2 零政策不受自然灾害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想知道更多细节和背景故事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朝鲜最近一次试射导弹 是否一再影响美国大选或为乌克兰战争测试武器 朝鲜在沉寂了73天后 再次进行了短层导弹试射 这一件把弩战的举动 被认为可能与其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有关 同时也可能是在为乌克兰战争测试潜在的武器 此次于星期四进行的发射 涉及多枚弹道导弹 距离平壤警告首尔和华盛顿 将为其联合军事演习付出沉重代价 仅仅一周 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 这些导弹从平壤的顺安机场附近发射 向东飞行约360公里 最终落入日本台前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谴责这次发射为 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挑衅行为 定誓言将做出严厉回应 他们同时表示 韩国和美国密切监控朝鲜的军事活动 远东研究所IFES高级研究员林以泽表示 此前一直专注于从最近席卷其北部地区的洪水中恢复 北方现在正试图赶上因自然灾害而推迟的武器测试 林以泽在接受亚洲一周采访时说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报导 尽管遭遇洪水 领袖金正恩最近对农作物产量表示乐观 并承诺将增强国家核能能力 以应对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 东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总贤解读这次导弹试射 是平壤为潜在的武器销售给克里姆林宫 以支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收集测试数据的一部分 朝鲜展示其短程导弹能力 很可能是为了出口他们给俄罗斯 并加强两国之间的双变关系 他说另外 金教授还指出平壤可能会试图在美国总统大选中 听向唐纳德、特朗普 朝鲜可能会继续进行挑衅行动 以表明拜登政府的朝鲜政策已经失败 在试导弹试射可能标志住这一运动的开始 他补充道 当然DFPS的林宇泽认为 朝鲜几乎已经放弃了 希望在短期内修复与美国的关系 朝鲜也知道他无法影响美国选举 目前他过于专注于 2020-2020年第八次胆代会上提出的任务 包括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而无暇顾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 他说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系的政治学教授 李埃里克·伊斯利利 再而克斯利则指出 近期的导弹测试体现了朝鲜在新进攻能力的开发和部署上的建计是进步 从政治上讲 这些发射表明金政权在其新冷战二政策上保持不变 尽管国内自然灾害美国总统竞选活动 以及韩国对北方战略的更新 伊斯利说 在8月15日的解放日演讲中 韩国保守派总统尹锡悦 重申了他基于自由的对北方政策 将韩国身份与民主价值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他承诺将为朝鲜人提供更多国际新闻的接触机会 增加对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并提供更多政府援助给脱北者 尽管如此 尹锡悦人提议建立一个工作组 以促进韩朝对话和人道主义合作 然而金政权迄今为止对他的提议 自若网闻 伊斯利认为 这可能导致更具侵略性的回应 原事变动和首尔的立法反对 将复杂化政策的实施 隐熙越在于美国和日本的三边合作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他的戴维尹伙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 很快将离任 他说 最具挑战的是 朝鲜在拒绝外交和升级对韩国的威胁的同时 正从俄罗斯和中国获得之时 他补充道 这次导弹发射的实际和背景 使人们不禁思考朝鲜的真正意图 随住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 朝鲜可能希望通过这一举动影响选情 特别是试图帮助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 另一方面 朝鲜的武器测试和展示 也可能是为了巩固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地位 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潜在出口 朝鲜的行动 无疑增加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各方都在密切关注驻未来的发展 尽管韩国和美国誓言要对朝鲜的挑衅行为 做出严厉回应 但未来的局势仍充满变数 朝鲜的策略是否会奏效 是否会对美国大选产生影响 仍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 这次导弹是射无一再次提醒了国际社会 朝鲜问题依然是一个棘手而复杂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北韩在73天内 首次是射短程导弹 此举似乎意在影响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 同时测试可能在乌克兰战争中部署的武器 这次是射 射击多枚弹道导弹 发射地点为平壤的顺安机场 导弹飞行约360公里 落入日本海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谴责这一行为是 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挑衅行为 并承诺进行严厉的反应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尽管近期洪水灾害者重创了北韩北部地区 领导人金正恩仍对农作物生产表示乐观 并承诺提升国家的核能力 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 东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永贤认为 这次导弹式射 可能是平壤未了对克里姆林宫提供武器 而收集测试数据的行动 金永贤进一步指出 北韩展示其短程导弹能力 可能是打算向俄罗斯出口这些武器 以加强双边关系 此外 他还认为平壤可能试图影响美国总统选举 以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以往女子大学国际研究教授 雷菲里克伊斯里表示 这次导弹是设代表了 在新进攻性能力的开发和部署方面的渐进进展 他指出 尽管国内自然灾害和美国总统选举在即 北韩仍然坚持其冷战2.0政策 韩国保守派总统尹熙悦 在8月15日的解放日演讲中 重申了其基于自由地对北方政策 将韩国身份与民主价值观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他承诺为北韩人提供更多的国际新闻接触 增加对人权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并为脱北者提供更多政府帮助 然而 金政权迄今无视这些提议 并可能做出更激烈的反应 总体而言 北韩近期的导弹式射行位 不仅是对美国和韩国联合军事演习的回应 也可能是其试图在国际武器市场上 寻找新买家的一部分 同时 这些行位还可能是平壤对其内部政治和经济困境 所做的外部宣示 以展示其不屈不挠的国家意志和军事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各位读者朋友们 这期亚洲大眼睛 带你揭开朝鲜最新导弹试射的谜团 这次试射究竟是为了影响美国总统选举 还是为乌克兰战争测试新武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 朝鲜在沉寂了73天后 突然试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 这一举动恰逢美国总统选举临近 难免让人怀疑其动机 导弹发射了约360公里 坠落在日本海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迅速谴责了这次行动 称其为严重威胁半岛和平的挑衅行为 并誓言作出严厉回应 联合参谋本部还透露 他们与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的军事动向 看来半岛局势又要紧张起来了 根据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林以哲的说法 这次试射可能是朝鲜因此前洪灾延误的武器试验的补课 洪灾确实给朝鲜带来了巨大损失 但金正恩在克服灾害的同时 还表达了对粮食生产的乐观态度和增强和能力的决心 这种自然灾害也挡不住我试射导弹的态度 还真是独树一帜 而东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永贤则提出 朝鲜此次导弹试射还有另一层意图 测试武器以便向俄罗斯出售用于乌克兰战争 他认为朝鲜是在展示其短程导弹能力 试图加强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更有趣的是金教授还指出 朝鲜可能期望通过这些挑衅行为 影响美国总统选举助利特朗普重返白宫 看起来朝鲜的跨国操作真是心机满满啊 不过远东研究所的林以哲却认为 朝鲜对影响美国选举其实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他解释说朝鲜目前的主要任务 是完成2021年八次党代会上制定的 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任务 其他国际事务暂时无暇顾及 看来金正恩的内政优先政策还是很明确的 与此同时 梨花女子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利夫 埃里克·艾斯利表示 朝鲜的这些导弹试射 标志着其在新攻击能力开发 和部署方面的渐进式进步 他认为 随着朝鲜继续其冷战2.0的政策 半岛局势将更加复杂 而韩国总统尹西越 则在8月15日的解放日演讲中 重申了他基于自由的对朝政策 承诺增加国际新闻的接触 和人权NGO的资助 还提出了一个两韩对话 和人道主义合作的工作组 这一系列动作 看似矛盾 但反映了尹总统 试图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 解决朝鲜问题 然而 朝鲜似乎对这些善意举动并不感冒 更有可能做出 更具侵略性的回应 艾斯利教授还指出 韩国国内的人员变动和立法反对 将使政策实施更加复杂 尽管尹西越在与美国和日本的三边合作上 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他的代为营伙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 很快就要离任了 这对韩国来说 真是乌漏偏逢连业语啊 更具挑战性的是 朝鲜在拒绝外交的同时 正逐渐获得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 这无意使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 总之 朝鲜的导弹是射 不仅仅是锈肌肉 还涉及多重复杂的政治和战略考量 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 看看下一步细码如何发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外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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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